这个小宝子多实在 但那是我的梦想 再说我工作那是我的领导 你说那句话 我领导会对我个人有意见 会影响我工作 我不喜欢你做那个工作 真好不做嘛 那个工作就 它不是你领导的 我看你这现在资料上面写的 职业是导购员是吧 是 我现在就是因为他不喜欢 后来我辞掉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和他一起去他家店里做生意 帮他嘛 你家是开什么店的 建台装饰 家装的行业 然后你就等于去他家店里打工了是吧 对 这不是挺好的 这矛盾不也解决了吗 根本就不好 我更不开心了 我们之间就是矛盾从这里恶化的 因为我去他家当导购员嘛 就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行 然后工资特别少 只有两千块钱工资 相比之下 其他导购员都有三四千 我就向他提过要求说找工资 那你要我怎么给你加工资啊 别人也是那么多钱 因为销售的行业嘛 有业绩 然后就有提成 工资正好人高 别人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 好 我无故给你加几百块钱 那别人会怎么想 别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那你没有占我角度想问题啊 除了做搞工资员 我还帮你打扫卫生 然后还要给你拖箱子 你知道你那些货有多重吗 我一个女孩家 然后我还要负责那些计算啊 那些账本还要我打理 那其他的导购员做了吗 那些东西我不跟你也有一起在搞嘛 但是那是你家开的店呀 对 我们都在搞那个事情啊 那你为什么要涨工资啊 你自己努力 然后有业绩啊 提成工资自然而然就高了嘛 上次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就觉得我强子多礼 后来我现在就是也没去他家做了 我实在是不适合他家的工作 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在平时他也做模特的 我挺羡慕他的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我不辅助你了 我去当模特 结果他把这些话全部跟他妈说了 那我肯定跟我妈说 当时你去我电影上班 然后我妈也叫过你啊 我就直接跟他截图 跟他说不就得了吗 然后你就不去了嘛 截图 你怎么可以截图呢 我跟你说那么直白 阿姨一听了会觉得 我这人多自私了呀 那以后怎样相处啊 那这样多方便啊 我跟他说你就不用去的嘛 我也省得跟他男的解释嘛 这些情商是不老高的啊 反正就是情商低 我跟他妈的事情嘛 然后他不止这一件事情 平时生活中的小事也是这样子的 阿姨就是辛苦 跟我做了一顿吃的 然后让他给我带过来 然后我吃了之后就是不合口味 我就直接和他说了 我说那个不合口味 我说放了洋葱我可能不喜欢 结果他回去 阿姨问他说 小婷喜欢吃我做菜吗 他直接跟他说 你下次别做了 小婷说不好吃 你是说不好吃啊 然后我就和妈下次别做 他也可以神吃啊 你也不好吃啊 多好 那问题是之前阿姨 也微信中跟我聊过了 他问我好吃吗 我不是给你看 我跟他说好吃 谢谢嘛 那你就不好吃就不要说好吃啊 你就直说啊 这什么不好说的 他就是不能理解我 其实我就是为了咱俩感觉好吃这样的 行那咱们不说外人 你们俩相处处得好吗 处得也不好 我自己赚了钱就想给他买个包嘛 然后后来我给他看嘛 他第一句话直接跟我说 你干嘛给我买这种包啊 这不是我喜欢款式 那个包本就不好看 不是有个另外款很好看啊 他上次也是这样说的 请问你不买另外那一个啊 那我要是问到你 那还叫惊喜吗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你也不也跟我说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你告诉我 你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好 我直接说你又不开心 我不直接说你也这样子 都不知道你莫名其妙的生气 生气的点在哪里 那你不是我的包 那你前女朋友包干嘛还留着 还让我背 他送给我的 那个包就我的 那个背包怪好看的 丢多可惜啊 让你背还不是心疼你 让你手机的包难受 背着双间背包多好 他有一个包 然后就是双间的那种包嘛 挺可爱的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这包女孩子的 我说你谁的呀 他说我前女朋友送给我的 他送给我不就我的嘛 那你还在乎他 谁送给我的干嘛 这好用不就得了 他到现在都意识不了 问题的重要点在哪 纠结点在哪 他总觉得我在乎 那个包不好用 其实我就是纠结 那包是谁送的 是你前女朋友送的 我作为现实女朋友 我就觉得那包不应该出现 我就觉得他应该丢了 对对对 明白了 他帮你来